你看这架直升机的模型 大概率会以为它就是个儿童玩具吧 跟我的这两个玩具呢 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啊 但是它其实是真的 修士XH-17 1952年9月16日首次飞行 前前后后测试了三年时间 总共起飞33次 留在空中长达10个小时 而且正是有了它 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 AH-64阿帕奇 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啊 当你第一眼看到这架直升机 会留意到什么呢 首先啊 就是那对比利显得 极不协调的巨大悬翼了嘛 是的啊 直到现在 那对悬翼仍然保持着世界纪录啊 直径高达40米 这就意味着 它其中的一片悬翼的长度 差不多就有20米了 基本上是两辆55座 大巴加起来的长度了 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 来脑补一下啊 总之是非常夸张的 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呢 就是那四条恨比天高的起落架了啊 他们将XH17的整个机身高高的拖了起来 明显就是为了将悬控的部分给留出来 挪作它用嘛 是的 这就是设计建造XH17的全部目的了啊 它是一架所谓的空中起重机 为的呢 就是将军事物资快速的进行转移 1946年 1月啊 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出了一份招标书 他们希望获得一架能够台起4536公斤 有效转合最快能够飞105公里每小时 可以悬停在915米的高空 可以覆盖160公里的半径 可以续航30分钟的重型直升机 并且这架直升机呢 还必须要便于拆系 以便能够装在标准拖车上面 到处去运输嘛 好 所有人都仔细的思考了一下 认为这样的要求 似乎只能够拉出激进冒险的方案才能够获胜了 比如说用巨无霸的旋翼 并且一改传统的从中间这根轴来驱动它的方案 而是用一间喷气来推动其旋转 跟我们昨天讲的英国的死亡之轮 有异曲同工之妙嘛 所以你看这张照片啊 一间上那段锯齿状的造型呢 就是喷口的位置了 而在这张照片上虽然是黑白 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旋转起来的翼尖上 那四个明显的亮点了 它们就是正在往外喷气的翼尖喷嘴了 一开始这个合同交给了凯利特悬翼机公司 并且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完成了 中间还经历了几轮的调整 比方说将原本只是往叶片中间吹进去 经过压缩后温度并不算高的空气的冷循环方案 改成了后来将涡轮机的热空气吹进去 再在翼尖喷射燃料 使其点燃后喷发的热循环方案 把动力翻了三倍还不止 但是等到要实际建造这架直升机的原型时 凯利特却没钱了 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要流产吗 空军也很着急嘛 于是就撮合当时完全没有直升机开发经验 但是有钱的修斯飞机公司和凯利特做到了一起 说要不你来当一下接牌侠吧 修斯呢则是一点犹豫都没有 当场就答应了下来 并直接数了25万美元 把凯利特所有的设计和早期的模型装置呢给全部接了过来 哎这个冤大头似乎当时很干脆啊 哎这哪是冤大头啊 这就是抄底啊 修斯本来就想要进军直升机领域了 但是却苦于没有经验 哎这下好了 25万就能拿到行业的入场券了 简直是不能再便宜了 所以很多的凯利特资深工程师呢就极力反对这笔交易嘛 他们知道修斯的脑袋里面都在想些什么 哎当然拿到一开始叫做XR17 现在改名叫做XH17图纸的修斯呢 也的确是没有敷衍啊 而是认认真真的东拼西凑的将原型机给传了出来 双座驾驶舱来自韦克CG15军用滑翔机 可以操纵的单轮前起罗架呢 来自北美航空的B25米切尔轰炸机 后面的双轮主起罗架则来自道格拉斯C54空中霸王 连可以装下2407升燃料的油箱也是借来的 哎甚至用途还给改掉了 它原本属于一架波音B29超级堡垒 是用来装炸弹的 好动力则有两台通用电器改进之后的J35 涡轮喷气发动机来提供 来自中间压缩机级的压缩空气呢 被送入到罗天阳的轮毂 然后再通过管道进入到每个叶片尖端的 4个尖端燃烧器 在那儿添加燃料并燃烧 当悬疑以每分钟88转的正常速度转动时呢 这种双发配置将为XH17提供相当于3480匹马力的功率 不仅可以将自己 也可以将额外最多4665公斤重的东西 期待上天空了 载重指标呢 已经是超过了军方一开始的要求的 还不赖哦 但是啊 它的噪音巨大 很多受邀为关期首飞的记者都说 它听起来呢 就像是在不停的开炮啊 你哪怕远在十几公里以外 也是躲不开这样的噪音的 实际上 休斯实验场周围的居民 一直就是在投诉它的 第二 它油耗极高 效率极低 最大航程只有可怜的64公里 仅仅是标书上的零头而已 严重的不合格啊 第三 悬翼的寿命极短啊 由于又是拉又是扯 又要空心又要喷火 就使得它呢 很快便达到了疲劳的极限 属于一种易耗屏 哎 估计真的使用起来成本也是得不了的啊 于是在断断续续的测试了几年 当悬翼第一次到达更换期限时 干脆就把整个项目给停了算了 军方呢 可以把资金用在那些更小 更为便宜的直升机上面 而休斯呢 哎 他也没吃什么亏啊 他现在呢 已经挤身直升机大厂的行列了 离他端出那架 化时代的直升机 H64阿玛吉 也就只剩下20年不到的时间了 X17的故事呢 虽然结束了 但是大家都是结束的心满意足啊